歡迎來到白痴公主的副頻道 胡馬頻道 我是小男怪 我們要來測心理測驗了 欸莫蕾是關於愛琴的心理測驗嗎 對 很適合你們來看 而且我們這次有來賓 我跟你講心理測驗很有可能問到我會的 因為我平常很常在做心理測驗 基本上現在流行的我大概都做過了 所以等一下可能就直接拆你們台 2008年的啦 2008年 真的老的 你是不是上半身很長啊 沒有啦 是因為我今天衣服穿得大件 我看起來是不是很小子 你是比較瘦小的人 嗯 好 開始囉 想像一下 你們有一個對方最喜歡的あなた 你跟あなた呢 就是兩個人隔隔兩地 中間隔了一個很大的沙漠 那你就是受不了那個思念 所以你就要經過這個沙漠去找他 那大家想好是沙漠 我們要開始故事了 首先呢 因為我們為了要去沙漠 是不是要準備穿鞋子 要 請問兩位分別會自己戴幾雙鞋子 腳上的也算哦 你覺得只有穿腳上的還是你會多戴 我一加一 我一雙 哦 你就甲上那一雙 對 我是手上提一雙 在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就突然發現沙漠上有個 blingbling亮晶晶的東西 那你就蹲下去看 欸 竟然是一個漂漂亮亮的玻璃瓶 你會不會把它撿起來帶走 跟妳一起去找妳找啊なた 還是就要到那邊 我不會 我也不會 因為我就是想要去找 因為我已經提一雙鞋了 好 太陽很大對不對 你們還在走 走走走 哇 那個真的是很口渴 你看到了一片湖泊 它不是很大 所以也不是很清澈 你會怎麼做 我會拿我身上的衣服來過濾 那個水 所以你會喝 對 我已經吃到不行 我可能也得喝了 沒關係 不然要死了 喝而已 不會整個人進去吧 不會 喝而已 綠 我用手這樣調 兩口 我們繼續走啊 走走走 光過完了一個湖泊嘛對不對 然後呢 就走著走著 欸 更大的一片湖泊 大到不行 水很清澈喔 潑光淋淋 接下來 你會怎麼做 直接喝 我會洗手耶 因為它畢竟很乾淨 我想要洗一下身體 沙沙的 已經洗完了嗎 大家都動完了 對 走走走 我們就看到裡頭的塔 對 你們想像一下那個塔 大概是 什麼樣子跟多大 我想像的是高雄的那個塔 八五大樓 不是 高雄不是有一個 就是有虎的那個對不對 對對對 高雄就是一個平房一層樓的小塔 好 這樣我們已經走了很久 我們已經走了五個小時了 終於我們走到那個阿納達家的門口 他們家有管家 你會等管家帶你進去 還是你會迫不及待先進去 我會先跟管家說一下 我來找誰誰誰 應該有被交代好了 好有禮貌 嗯 我會為了製造驚喜 讓管家也跟著我一起 這樣他帶我進去 所以兩位都是管家帶你們進去 對 走進去了嘛對不對 欸 好像打不在 原本路要你有帶一些花 準備要送給他 那現在無奈了對不對 碰不到人 現在你看到他們家桌子上 有一個花瓶 裡面已經有一束花了 你會把你手上這束花 放在哪裡 先放在我大腿上 先捧著吧 所以你就等他來 對啊 那我可以一起擦嗎 擦進去 擦進去那個花瓶 一起擦 好那 其實我要問你 管家跟你說他今天不會在家 那個花你要怎麼樣處理 因為就是要給他 所以我還是會放在自己身上 所以你還是抓在手上 對啊 好好好 等很久 我跟你講管家真的正式說 Sorry就是 安娜娜不會回來了 你們兩個必須要離開 要回到剛剛那個沙漠對面 自己的家 請問你們會怎麼回去 你可以用任何方法 怎麼樣回到你自己的家 那我怎麼要趕我回家 這我一定抓過 可是現在心裡脆弦就說 你要想辦法回家 這我一定分手 這我肯定分手 應該會問管家說能不能找到吧 因為怎麼可能管家會講過去 早就交代好了吧 管家就說沒有辦法 Sorry啊 管家不知道我誰 她是女工啊 可是我是YouTuber 誰理你啊 啊 一定要回去喔 走回去啊 交車啊 你本來我去的時候是浪漫的 你用徒步了 回來幹都分手了 我一定坐車回去啊 喔 這是我給你拿分手了 欸 很北蘭吧 你千斤萬苦去那邊 然後被趕回家 我會擔心他怎麼了 我沒在管那鞋子 但是管家也不試貨 來解答囉 好 我跟你講第一個 拿鞋子對不對 鞋子代表你在同一個時間之內 你可以應付的感情數量 哇 我可以應付兩個人耶 對 我只能一個 唉唷 喔 壞起來喔 接下來都是壞掉 你小心喔 剛剛不是說有一個玻璃瓶嗎 亮晶晶的對不對 那個玻璃瓶其實它代表是你的初戀 啊你如果把它剪起來 就代表那個初戀對你影響非常的深厚 啊如果沒有的話 就有可能 就是你就放在那裡 喔 這個滿準的 會不會帶走就是你念不念舊 接下來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 第一個 瀑布 對 髒的 嘿 對 他說這個是你的婚姻 怎麼說呢 它有可能不是最完美的 但它是在你最需要 你最口渴的時候 給你的一個泉源 所以呢 如果你有喝到那個水 就代表其實你對婚姻是有點相信的 喔 我相信 那我過濾了 接下來呢 我們是不是看到第二片湖泊 對 就那個很大一片潑光淋淋的對吧 對 戴口罩戴口罩 穿時尚阿田口罩 戴口罩也戴口罩 這就是 時尚展傳阿田的口罩 1月13號之後 小三美日的線上跟實體店們就可以買到 安田口罩 看是美人有賣 是我的口罩 嘿嘿嘿嘿嘿 第二片湖泊 對 就那個很大一片潑光淋淋的對吧 對 就是誘惑 哇靠 我還 我喝了耶 我洗澡耶 不管怎麼樣喔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 桃花草草的一些桃花啊 那我一定要喝 幫我怎麼有力氣往前走啊 那蔡哥是有洗澡的對不對 我洗澡 我只有洗澡而已喔 洗澡的話就是你整個幫你自己刷新了 也就是說 面對誘惑的態度喔 就是刷新重來 再來再來 一直再來 再來再來 我只有洗手耶 我到手這邊我就停了 他剛洗到這邊 他現在說洗到這邊 我就洗一洗啊 他洗到手 他也沒洗到最關鍵的地方啊 我就是說 我會接受誘惑 但是我會到的壓住 適合而止 啊我喝就是代表 你這個沒救啊 可是你沒有浸一下水的 你只有這樣潛藏 你這個有活動 有活動 接下來高塔喔 是指你跟安娜達的關係 是不是有一個平等狀態 如果那個塔很高 就代表說你是比較主導的那個人 哦 如果塔低 就代表你們比較平 我的塔是那個高雄那個 哇 滿高的 大概三層了 你強勢喔 也沒有啦 那我強勢嗎 被看出來是強勢宅 我是一層樓的平房 我很弱勢 看不出來 我真的我是弱勢宅 接下來我們不是看到那個管家對不對 管家就代表說 對於一段新的戀情的時候 你會不會主動 兩個都是被領進去的對不對 所以比較是含蓄 比較被動 是滿足的 如果你是闖進去 這代表你會很直接 圍繞 看得出來 其實其實私底下是滿安靜的一個人 他比較要內向一個人 對有 有 安帥 安帥 girl 只跟女生玩在一起 都跟李克太太兩個逛街啊 什麼的 哦對對對 這樣怎樣 想加入嗎 沒有 我還好 因為你們那是大人組 欸你為什麼他說你大人喔 李克太太超大人的好不好 都會講一下你專業的東西 沒有啊 他哪有大人啊 有啊 那個是影片啊 哦影片 他接下來都在講那個微博耶 真的假的會講 哦 接下來我們不是跟那個花瓶嗎 啊你手上不是有花 對 那蔡哥插到花裡對不對 繼續搭配著 啊我是沒有 你硬的 好這個花瓶的花 其實是你的情敵 如果你有情敵的話 你會怎麼樣的反應 那蔡哥的情況就是 他會直接插進去 就代表說你硬幹 哦硬幹 花到情敵硬幹 那我有情敵我會怎樣 你沒有想要跟那個花有任何的接觸 你不敢對決 所以我不敢對決情敵 嗯 很可能 欸你不行欸 對啊 你要拼了 我會對決情敵 那是因為我很有禮貌 覺得那是人家先插好對 那意思就是說 人家已經要搶那個位置了 你就好好讓你讓出 一輩子的真愛可能就錯過了 不會啊 我不是這樣的人啊 很奇怪 沒有很準啊 最後一個我覺得很有趣 他是要講說 你失戀以後 恢復的快慢 如果你的速度比較快 像這兩個情況 蔡哥是搭車 然後遲遲走路 所以走路其實是比較慢的 你會需要先消化你的戀情 哦 哦 蔡哥就不用哦 他已經不爽了 我不爽啊 走了我就開車走了 哎唷 我現在變這麼壞我都不知道 你好壞你壞偷 可是他說有些人是說要搭飛機這種的 哦 那我就更快 還算準確啦 還算準確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有準確嗎 有啊 你滿準確的啊 不然你要懂我 對啊 我覺得第一題跟最後一題很準 鞋子的跟你對戀情的療傷的時間 對 不曉得大家的答案是什麼呢 歡迎底下留言分享 你們覺得哪一個最準 對 留言留起來 訂閱按讚分享小鈴鐺 蔡哥的頻道 哈哈哈哈 小無瑪頻道也給他 訂閱西亞 我們下次見 西亞 西亞 聽說有一個白痴公主無瑪頻道 會放一些奇怪的東西 不是奇怪 可能會放一些廢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訂閱 我記得 靠腰 哈哈哈哈